歡迎來到雲課堂 今天要來教大家如何安裝 思源黑體 首先我們打開我們的瀏覽器 然後搜尋 我們的Google Note Phones 然後找到了第一個Google NotePhones 確定是Google官方的以後 點擊進來然後這裡有很多字體可以選擇 那我們要搜尋的字體是 NotoSense Shizeketc NotoSense代表是十元黑帖子 Shizeket是指Chinese Japan and Korea 是我們最倉國的語言 有資源 然後TC指的是傳統 翻體中文部分 然後點擊 下面它下面這一個 接著到 我們要下載的 這支檔案 選擇下載 然後我們把它放到我們的下載 接著等它下載完之後 先看一下 然後對它進行 解壓縮 好 然後解壓縮之後 全選 這幾個 就是 Read Me跟License 這兩個是不用的 一個是 介紹單 一個是它的授權 那把我們的字體檔案都選好之後呢 點擊右鍵 然後這裡有個安裝 選擇安裝 然後電腦就會很快速的 幫你進行 安裝 接下來安裝好之後我們來看一下 有沒有安裝成功 右邊我準備了一份Word 然後 點擊看一下 可能要我們重新開啟儀式 試試看好嗎 先把它 存到文件 我們存到桌面上吧 好 那我們到桌面上 重新開啟這份檔案 接著 對它進行全選 那這個時候 那這個時候 你就可以看到 我們的 NOTO SENSE CJK 就安裝完成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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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